穷小伙风雨夜就拾荒老太,结婚时他因穿着破就遭嘲讽,随里竟搬出个大箱子,谁料打开全场宾客傻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我是一个穷小子,穷得不能再穷的穷小子,但是我在风雨夜救了一个拾荒的老太,而我救的那个老太,在我结婚那天,给了我一个神秘的大礼,我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了。 我还记得在那个风雨夜,那个时候我是去给我现在的妻子提亲,当时我确实很穷,基本上没有人能看得上我,但是当我见到那时的妻子的第一眼,我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她,那是个特别漂亮的姑娘。 我知道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但是,我想要为自己争取一把,没想到,在路上就看见有一个老太太躺在地上,我当时一心想着救人,就赶紧跑了过去,看老太太应该是晕倒了,还有着呼吸,我就把她移到了一个避雨的地方。 我把随身带着的提亲用的吃的,还有水之类的东西,给老太太吃喝,但老太太吃不下,我就喂她水,过一会儿,她就醒了,然后我就把东西拿给这个老太太吃。 老太太吃得很满足,之后向我道了谢,还说以后一定会报答我的,非要问我的名字和我家里的地址。 我都说过不用了,但是她非要坚持,我拗不过她,就告诉她了,然后就拿着她拾荒的那个袋子走了。 我这提亲用的东西也不完整了,但这是我能付出的最多的东西了,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提了亲。 然后把这件事情的原委都和那个姑娘说了,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提亲的东西都打开了。 没想到那个姑娘觉得我很善良以后也会对她好的,所以就同意了。 那个姑娘的爸爸妈妈对我也很满意,就是觉得我穷了点,但是姑娘一直在帮我说好话,所以最后她的爸爸妈妈也同意了我们俩的事。 我当时觉得真的特别的开心,感觉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后来我和姑娘交往了两个月,彼此都比较熟悉并且了解的情况下准备结婚了。 然而在结婚那天,我就收到了我在风雨夜救助的那个石荒老太太的一份神秘的大礼。 那是一个箱子,箱子上面标着老太太的名字,还明确地在一张纸上写了是因为我帮助了她,她给我送的一份礼物。 那个箱子包装得很严实,是两个男人抬过来的,我问他们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我自己抬根本抬不动。 我就让他们帮我放到礼物里,那个老太送了我一份礼物,但是他都没来喝喜酒,我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后来因为亲朋好友都在,所以我和妻子一直在忙活招待,也收了不少的礼金。 一直忙到很晚很晚,在宾客都走了之后,我们才有点喘息的余地,真是累。 然后我想到了老太送来的那份礼物,我赶紧和妻子起来拆这个礼物包装,的确很严实,我们拆了好久好久。 好不容易拆开了,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了。 但是我没想到,我一打开,直接傻眼,我真的没想到,这个拾荒的老太太会送给我这么大一份礼物。 这里面都是现金,得有是十几万块,有零钱,有整钱,也有不少的硬币,看样子都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现在这个老太太居然都送给我了。 我真的是太震惊了,妻子站旁边也傻了,说实话,这么多的现金突然变成我的,我还是有点害怕的,我怕是什么不易之财,或者在我身上摊上什么事。 我才刚刚结婚有了个家,我连父母都没有,而且我也不能抛下我刚过门的媳妇啊,我有点不知所措。 她就上前去,妻子看我有点犹豫,翻看了一下这些现金,翻着翻着倒是没觉得有什么毛病,但是她翻出来一张信封。 然后妻子就把信封拿给我看了,信封是普通的信封,但是还粘着一个小花的图案,看起来写这封信的人很是用心。 我就把信封打开了,发现里面有一封信,然后我和妻子一起看了信里的内容。 信是老太太写的,字有些歪歪扭扭的,但是我还认得清楚。 信中说,这些钱都是这个老太太自己这些年攒下来的,每一分都是干干净净的,让我们放心话。 还说她一直都是孤苦无依的一个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人,没有亲人,无论在哪里,都是自己一个人。 自己一个人就以拾荒为生,以前还能种种地,养养积压,但是现在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就出去走走,剪剪破烂,也能买个钱,走累了就歇一歇。 过得也是自由自在,衣食无忧,那天摔倒可能是因为太累了,但是幸亏是遇到我了。 她说非常感谢,我救了她。 她年龄已经大了,这些钱也用不上了。 那天她看我穿的衣服有点小,有点旧,手里拿的东西是用红纸包的,一看就是送礼的,但是家里条件不好,拿不出太多东西。 她说我是帮助她的人,好人应该有好报,那些钱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处理,所以把这些钱给我了。 说实话,我是真的不好意思,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老太太家在哪里,我送也送不回去。 后来我也打听了很久老太太的名字,隔壁的村子都没听说过,直到过一个月,隔壁的隔壁村子说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老人,但是十天前已经去世了。 这个老人给了我这么多钱,我本想还回去,就算还不回去,哪把老人接到家里养老也行,总比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强,但是没想到,他已经去世了。 我去了他埋葬的地方,是村里人随便埋的,我就用他的钱,给他重新埋葬了一下,毕竟我也没有什么钱。 之后的逢年过节,我都会去看他会和他说说话,就好像他是我的妈妈一样,我是个孤儿,一直都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 我还从这个老太太以前住的地方,找到了他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就在我看着都时候,妻子也过来看了,妻子看了一眼,就走开收拾东西去了。 妻子一边走着,一边无意间笑着说,你和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好像啊。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春日路漫漫,我是哥哥的童养席。 毕业那年,哥哥粗暴地把我扔到床上,房门外的养父母笑着观看,别看了,影响我发挥。 他赶走养父母,然后狠扇自己耳光,却让我哭大声点,我吓得大气不敢喘,床头的手机响起奇怪的声音,向外面的人证明些什么。 哥哥却静静躺在我身边,春河,你想不想继续读书。 五岁时,我被亲生父母卖了,因为他们刚生了弟弟,我变成了夹心饼干,却是不被人喜欢的夹心。 我还有个姐姐,姐姐从小备受宠爱,而我,从出生时就被嫌弃。 奶奶骂我,抢了他孙子的位置,爸爸骂我,让他老赵家断了根。 只有妈妈,给了我少的可怜的爱,把我拉扯到五岁。 而这份爱,在弟弟出生那一刻,也尽数被夺走。 弟弟满月那天,妈妈给我穿上了我从没穿过的小花袄。 这是一件新衣服,衣服上没有补丁,没有油渍,更没有烟灰烫的小洞。 我以为妈妈开始像爱弟弟和姐姐一样爱我,直到一对中年夫妇来到我家。 他们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我妈指着他们,朝地,以后这就是你的爸妈了,快叫爸妈。 我色缩在妈妈身后,憋着嘴小声抽泣。 我爸扔掉烟头,狠狠踹了我两脚,不成气的玩意儿。 西北风刮在脸上,生疼。 我想寻求庇护,却无人护我。 别打了,这是我妹妹。 那个男孩冲过来抱住我,把我拉到院子里。 爸妈和养父母在交易。 我看着眼前陌生但温暖的男孩,破涕而笑。 他递给我一颗糖,我是你的哥哥宋景明,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怯声声接过糖,照照地。 他愣了一下,片刻后笑着说,我给你起个新名字好不好。 我点点头,春河景明,你就叫宋春河吧,希望你永远活在春光里,永远明媚快乐。 我抱住他的胳膊,小心翼翼地询问,哥哥,你以后不会丢下我吧? 他摸摸我的头,从今往后,你永远是我的妹妹宋春河。 春天终于光顾了我这棵小草。 那一天,我有家了,心也有了归属。 但我没想到,我的养父母是比亲生父母更可怕的深渊。 养父母家里并不富裕,他们花了五百块买的我。 五百块,我只值五百块。 那天在院子里,我听见他们在争吵,五百块,不能再多了。 五岁的妞,我还怕养不熟利。 我爸产妹的地烟,你看我家昭地长得多漂亮,以后还不是便宜你家那小子了。 我妈在一旁抽气,养母冷着脸,让她进我们家门,是她的福气。 只是后来我才知道,这份福气我着实要不起。 宋景明是养父母唯一的孩子。 他们不是不想继续生,是生不了。 所以,宋景明成为他们唯一的指望。 而这份指望,甚至有点病态。 我到家时,宋景明七岁,已经上小学四年级。 他成绩很好,还跳过级,一直是镇上年纪第一。 就因为他成绩好,养父母更不想让他读书。 他们说,读的书多了,翅膀就硬了,就会去大城市,老了没人照顾。 你看他们生孩子的需求多简单,只是生个物件照顾他们,根本不把孩子当人。 而买我的目的更简单,只是让他们宋家有可以延续下去的物价。 从小买去,长大就省了彩礼钱。 宋景明跪在养父母门外,一遍遍磕头,求他们让他继续上学。 我学着他的样子,挨着他一起磕头。 他却抱起我。 我小小的手掌,钻住他的食指。 春河,我们一定要读书,只要不死,书就不能不读。 那个时候,我还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只是乖巧地点头。 后来在校长、村支书和志愿者的一遍遍走访下,宋景明重返校园。 条件是,杂费全免,每年一千块的补助。 这笔钱,是一位姓张的老教授捐赠的。 一千块,足以让养父母心动。 宋景明也提出了他的条件,让宋春河上小学,否则我宁愿不上学,也不会要这笔补助。 我上小学花不了多少钱,怎么算,养父母都赚了。 在村里的监督下,我和宋景明都上了学,生活费自然是没有的。 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挣。 那年暑假,宋景明带我去捡知了壳。 那个时候,知了壳六块钱一两,如果能捡到一斤,就是六十块钱。 我俩每周吃饭五块钱,这样能吃半年。 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声嘶力竭,躁动鲜活。 我偏头问宋景明,哥哥,他们为什么叫得那么大声? 他摸摸我的头,唇角勾起剩下的微风,因为啊,他在为自己的生命歌唱。 我有些不解,他捡起一枚知了壳,金色的壳上脉络清晰,是盔甲,也是束缚。 春合,我们和这小知了一样,出生就有万般束缚。 我们要破土而出,要退去外壳,才能站在高处看风景。 我们为什么要出土,不能像蚯蚓一样,一直钻在土里吗? 他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脑门,如果像蚯蚓一样,你就不能看见鲜花大树,蓝天白云,也不能捉鱼六鸟,更不能遇见哥哥,这样你还愿意吗? 我认真想了一下,这些都不重要。 但遇见宋景明,是最最最重要的事。 我重重摇头,不愿意。 可是哥哥,我们能怎么办呢? 他晃了晃手里装枝了壳的布兜子,笑着说,读书,我们要一直读书,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读。 那个夏天,一颗读书的种子在我心里默默种下,我们的业务越来越繁忙。 挖黑药,摘连翘,砍柴,减肺品,只要能赚一毛钱,我们都不放过。 就这样,我跌跌撞撞上了初中。 成绩还算可以,稳居年纪前三,数学是我的强项,单科全校第一。 此时,宋景明已初中毕业,面临上中专还是上高中的选择。 他是镇上中学第一,县里排名二十五。 刚好当时是一中在我们学校,有帮扶招生计划。 只要参加招生考试,通过就能去市里上学。 据说那里的学生,都是清华北大的苗子。 校长提着水果亲自上门,希望养父母能支持孩子去市里上学。 谁知养母骂骂咧咧,直接把水果扔了出去。 你这杀千刀的活该段子绝孙,还把主意打到我儿子身上。 校长有两个女儿,把她们攻成了研究生,现在在北京工作。 可这在她们看来并不是值得骄傲的事。 她们只看到校长没有儿子,闺女还跑了。 校长气不过,说了一句不可理喻便走了。 只剩下宋景明和养父母百般争吵。 她想上高中考大学,养父母想让她上中砖包分配。 争吵后,她绝食抗议。 养母骂骂咧咧,摔门而去。 养父却瞪着她,我再问最后一遍,你非要去上高中吗? 她摁了一声,弯曲的脊柱瞬间挺拔,承载着她遥不可及的梦想和希望。 我知道,以她的性子,肯定不会放弃这次机会。 她一定会去试意中参加考试。 养父催了一口,看来你铁了心要离开我老宋家,那你这媳妇也不用留了。 走,春河,我们进屋玩游戏去。 养父一把把我举过头顶。 我无法动弹,只能看向宋景明,哥哥,我怕。 我不知道养父嘴里的游戏具体是什么,但是他曾在深夜里压在我的被子上,轻微地蠕动,厚重地喘息声让我一阵阵恶心。 你个老畜生,不要脸的东西。 我一出门就和这小婊子勾搭在一块,我看你是活腻了。 养母一嗓子,把养父吓得一哆嗦,赶紧把我扔在地上。 养父母扭打在一起,宋景明紧紧抱住我。 爸妈,我去上直砖,养父母停了下来。 养母扯出虚假的笑容,拉住宋景明的胳膊,好好好,等你中砖毕业,就给你兄妹俩订婚,你们早点让我抱孙子。 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只要不上学,就意味着可以婚配。 有些甚至自己还是孩子,就已经有了孩子。 那一刻,我第一次萌生了逃跑的想法。 我看向宋景明,他朝我点点头,眼中生出一丝光亮。 我在期待着什么? 可下一秒,他就接着养母的话茬,一切听爸妈的安排。 他,就这样任人摆布了吗? 很快,宋景明被县城的直校录取,一个月回来一次。 我上了初二,课业压力大。 宋景明和我说过,他不在家,让我别回去。 于是我周末待宿舍里学习,到与养父母,也相安无事。 虽然苦,但生活还算顺利。 我坚信,只要能把书读到底,我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可是人生,总是让我不如意。 十四岁那年,我来了月经。 这年,宋景明十六岁,褐色的血印在裤子上。 我的惊恐中,带着一丝丝小雀跃。 我翻出宋景明在离开前,给我留下的小包裹。 他留了一封信,告诉我什么是月经,怎样使用卫生巾。 最后,他特别强调,如果来月经,写信告诉他,但是千万别让养父母知道。 其中原因,不用深究。 我乖乖照做,那个周末,宋景明回家了,他来学校接上我。 我迎上他的目光,甜甜地喊了一句哥哥。 他却忙不迭地把头偏向别处,干净的脸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韵。 春河,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片刻犹豫,我撒了谎,哥哥,我一切都好。 他摸摸我的头,从包里掏出一个充电热水袋。 那个时候在农村,还没什么人用过。 宋景明却花了一个周的生活费,给我买了充电热水袋。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藏在宽大的棉袄里,感受着滚烫的暖意, 疼痛似乎消失不见,心里也生出一丝丝悸动。 晚饭后,养父母围着火炉烤火。 我和宋景明在门口包玉米。 许是想快点包完,我完全忘记了时间。 啪!一巴掌扇了过来,嘴里泛出一股腥田。 你看看你这脏东西,凳子地板都弄脏了。 养母插着腰,指着地上的褐色液体。 妈,你别下这么重的手,春河还是个孩子。 宋景明把我护在身后,脱下棉袄,披在我身上。 养母突然明白了什么,脸上浮现出阴森的笑意。 哦,你说得不对,她现在是大人了。 在他们眼里,女孩来了月经就是大人,是可以生育的大人。 宋景明攥紧了拳头,随即脸上患上邪恶的笑。 妈,春河这丫头身体太差了,经不起折腾,再好好养两年。 到时候,保证让你如愿。 那是宋景明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向养母陪笑。 恍惚间,我有点不认识她了。 也是从那天起,宋景明似乎变成了养母的乖儿子。 周末很快过去,我和她要各自去学校。 在那段灰尘翻飞的泥巴路上,她一遍遍地重复着,春河,他们说的话,你别放心上。 你只管读书,用最大的努力,考出最好的成绩。 等你中考结束,我攒够钱,我带你离开这里,我们出去读书。 这是我们的约定。 可是我中考考出了全线第一的成绩,却没等来宋景明赴约。 养父母接到电话,就带着我骂骂咧咧地赶到医院。 宋景明躺在病床上,右腿打满了石膏,被高高吊起。 养母进房间就开骂,你这个不省心的,让你上学你却出去鬼混。 同房的病人都看不下去了,你这个家长,能不能关心一下孩子病情? 我可听说,这小伙子是在勤工俭学。 要不是你这做父母的不给钱,孩子能走到这一步? 干你屁事。 养母被戳中了心思,就没再骂宋景明。 转身和养父一起去找工地上的人所要赔偿。 我守在宋景明床前,一个劲地问他疼不疼。 他苍白的脸上终于浮现笑容,春和,考得怎么样? 权限第一。 老师说,我是十年来第一次考过城里中学的学生。 我笑得很灿烂,泪珠却砸在了地板上。 能读书的每一天,我都付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我的班主任对我非常好,经常从县城给我带复印的学习资料。 他曾给我一本厚厚的数学竞赛书。 笑着和我说,春和,你数学有天赋, 咱虽然没机会参加数学竞赛, 但多做做题,万一以后有用呢? 我批命刷题,从开始的毫无头绪,到最后的融会贯通。 终于,日复一日的努力有了回报。 春和,你真棒。 我有点渴,你帮我接杯水好吗? 宋景明的眼角湿润了,所以故意支走我。 出了病房,一阵笑声传来, 我妹妹考了全线第一,不愧是我妹妹。 病友们也跟着吹捧。 在此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好象成了现实。 我在病房照顾了宋景明五天, 养父母就赶着来办出院手续。 我拦住养母, 妈,我哥身体还没有好, 医生说要再观察几天。 养母弯了我一眼,观察不要钱啊, 留着命就算好了。 我有时候都会怀疑, 宋景明真的是养父母的亲生儿子吗? 真的会有人不爱他的儿子吗? 毕竟在我亲生父母那里, 儿子可是心头宝。 可不得碰不得, 更别提这么严重的伤了。 宋景明朝我使了实眼色, 用口形和我说, 我有安排。 回家没几天, 宋景明的腿就已经好了七七八八。 我难免有些怀疑。 养母却调笑着说, 我就说嘛, 充喜有用。 我看着屋里的红床单, 心头一颤。 我唯一信任的宋景明, 一定不会害我的, 对吗? 我看着天边的云霞陷入沉思, 突然脖子一紧, 我转头才发现是宋景明。 他粗暴地拎起我, 把我扔到床上。 老旧的床板发出滋滋哑哑哑的响声, 宋景明你干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 他看向我的眼神很坚定, 却没有回应我的问题。 下一秒, 他翻身把我压在身底, 然后扇自己耳光, 用近似发狂的声音嘶吼, 哭吧, 哭大声点。 不过要省省力气, 一会有得你哭。 我吓得大气不敢喘, 嘖嘖嘖地笑声传来。 我这才发现房门外的养父母 正在观看房里发生的一切。 在他们看来, 宋景明是在扇我耳光, 是在训斥我调教我。 看着宋景明依旧清澈的眼眸,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开始断断续续地啜气。 养母在门外叫嚣着, 狠点打, 以后才能乖。 宋景明起身踢了一脚桌子, 赶走了养父母, 别看了, 影响我发挥。 然后关上门, 拉上窗帘。 床头的手机响起 一压一压的声音, 向外面的人证明些什么。 我一下子扫红了脸, 他却静静躺在我身边, 滴滴地问了一句, 春河, 想不想继续读书。 在那一瞬间, 我心中的火种彻底引燃。 我的手钻紧衣袖, 用力递点了点头。 手机里突然传出奇怪的尖叫声, 一声高于一声。 我骚得把头埋在棉袄里。 他摸摸我的头, 委屈我们春河了, 得让外面让听见动静。 不然, 他没有说完。 我红着脸看他, 宋锦明, 我知道。 不知为何, 在那一刻我不想喊他哥哥。 我们明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他愣了一下, 帮我拢了一下额前的碎法。 在哥哥心里, 你永远是我的妹妹。 心里一个小人叫嚣着, 我才不想做你妹妹。 像是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不堪, 我把这种想法狠狠压制。 一分也不敢露出来。 夜已深, 宋锦明提醒我靠墙睡。 他却拿出一把小刀, 割破了食指。 一滴血精准地落在床单上, 开出一朵美丽的花。 在他看不到的角落里, 我再次红了脸。 那夜, 我躺在他的旁边, 睡了十多年来最安稳的一个觉。 梦里, 我们都上了大学。 骑着单车, 在校园里自由驰骋。 梦醒时, 我的眼角挂着泪。 宋锦明已不知所踪。 我赶紧洗漱完去厨房做饭。 早饭做好一阵, 宋锦明才回来。 他的脸上挂着汗珠, 却有着藏不住的喜悦。 养父看着宋锦明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带养母去厨房盛饭时, 他低声询问。 粗俗的话语让我无地自容。 小明, 我刚才可是看见床上的血了。 啥滋味啊? 有机会孝敬一下你老子。 他刺着的黄牙, 让我想起他附在我被子上的那个夜晚。 难以压制的恶心感袭来。 宋锦明握紧拳头, 指示养父, 爸, 你在打春河的主意, 别怪我不认你。 养父还想说什么, 见养母出来, 便低下了头。 恶心感持续蔓延, 我忍不住五嘴干呕起来。 养母嘴角渗出一丝笑, 你们呢, 努努力, 生个儿子, 就给你们举行婚礼。 宋锦明递给我一个馒头, 眼里带着暧昧的笑意, 听见了吗? 春河, 多吃点, 我们努努力。 我接过馒头, 一声不吭地吃起饭来。 吃吃吃, 光知道吃, 养母的筷子敲打在我的脸上。 小明说的话就是圣旨, 他说啥你照做。 敢不听, 他抬头看着宋锦明, 给我往死里打, 多揍几次就听话了。 然后目光扫过养父, 一脸骄傲。 养父色缩在桌角, 一句话都不敢说。 养父宋祖德, 家里很穷, 三十多岁才讨了个媳妇。 养母泼辣, 把他揍得服服帖帖。 在我到来之前, 他是这个家地位最低的人。 我来之后, 他一开始对我很好, 经常给我糖吃。 只是大概我七八岁时, 他和养母发生了剧烈争吵。 养母骂我小婊子, 只要我和养父离得近, 就对养父拳打脚踢。 也是从那以后, 养父对我收走了全部的好意。 在无人的暗处, 他把手伸向了更弱的我。 弱者, 挥刀向更弱者。 还好, 我有全心全意护着我的宋景明。 我抬起头, 真诚地看着养母。 妈, 我会乖乖听哥哥的话, 我会好好努力, 给哥哥, 声, 说到最后,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 虽然是演戏, 但因为对方是宋景明, 一种亵渎神明的羞耻感, 向我袭来。 饭后, 养父母外出打牌。 房间里, 宋景明掏出一打厚厚的纸, 春河, 我们逃吧。 我翻着那一打纸, 有户口本复印件, 养父母的身份证复印件, 村里盖章的各种证明, 看到最后一张纸, 我愣住了。 是示意中的贫困县考生特招考试通知和报名表。 难以言表的狂喜化作眼眶里的一抹红, 哥, 你怎么会有这个? 宋景明摸摸我的头, 我那个发小, 王志远, 今年刚从示意中毕业, 考了清华。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眼里闪着光。 如果宋景明当年去了示意中, 现在也能去清北吧? 王志远是隔壁王叔的小儿子, 和宋景明一个班, 是全校第三。 当年, 养父母不让宋景明去参加示意中的考试。 按理来说, 顺位是第二名, 王志远是没有机会参加考试的。 当时, 王叔知道这个消息后, 多次去求校长, 还去市里跑了四五趟, 给王志远求来了一个考试机会。 王叔前半辈子穷困潦倒, 但他希望儿子有光明的未来。 但养父母好像刚刚相反, 他们不希望宋景明读书, 甚至不希望他离开这个小山村。 按理说, 宋景明16岁后就应该办理身份证。 可他现在已经17岁, 但仍然没有自己的身份证。 因为办身份证需要户口本。 养母不愿意给, 害怕他逃离小山村。 以前我一直不理解养父母对宋景明的所作所为。 我曾问过宋景明为什么, 他只是笑着摸摸我的头, 没有解释。 也是在他身上, 我接受了在重男轻女的农村里, 真的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子这个事实。 他们自己已经和苦难融为一体。 而宋景明, 凭什么过得比他们好? 或者说他过得越好, 人生越光明, 就趁得他们的过去越黑暗。 为了心理平衡, 他们宁愿孩子和自己一样, 和苦难共生。 想到这些, 我问他, 爸妈怎么舍得给你户口本了? 他的目光扫过那张床, 我一下子懂了。 我义务教育已经结束, 是时候为他们宋家传宗接代了。 而宋景明也开始被捏成和他们一样的模样。 成家生子, 让孩子的孩子在苦难里循环往复。 如果孩子能选择是否降生, 那该多好。 宋景明接着说, 走吧, 我们去办身份证。 别人问起来, 就说我们要去镇上工厂打工, 需要身份证。 去办证的路上, 我才知道宋景明的计划有多周密。 跑出去容易, 但是我们需要钱和能证明身份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还要继续上学, 所以去职校后,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上。 搬水泥, 扛钢筋, 虽然累点, 但好歹攒了几千块钱。 这已经算一笔巨款了, 钱有了, 身份也得有。 镇上工厂最近在招人, 王志远的爸爸王叔是厂里的老员工。 王叔老早就在村里宣传这份工作有多挣钱。 没见过世面的养父母, 自然眼红。 此时宋景明刚好腿受伤回家, 这样一来办理身份证, 就变得顺理成章。 再加上在养父母看来, 我们俩已经听从他们的安排, 倒也没什么需要防着。 周围人都在工为养母, 小明早早有了媳妇, 现在马上又有常理的工作, 你们享福类。 他们沉溺其中, 哪能想到我们会趁机逃跑。 拍证件照时, 工作人员打趣道, 郎才女貌, 不一起拍一张。 宋景明脖子都红了, 赶忙解释, 这是我妹。 我勇敢了一次, 对着工作人说, 拍兄妹照也行。 镜头前, 我们都绷直了身体, 中间隔着骑马两拳的距离, 哥哥靠近妹妹一点。 宋景明朝我挪了一小步, 妹妹靠近哥哥一点。 我朝她挪了一大步。 在相机咔嚓声响起的那一刻, 我侧头看向了她。 阳光从窗户溜了进来, 打在我们的脸颊。 这是属于我们的心声。 拿到照片后, 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我以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照, 却没想到, 此后的十年里, 这是我们唯一一张合照。 办完身份证, 已到中午十一点。 我们一路小跑, 回家做饭。 晚了又少不了一顿鞭子。 刚到村口, 就听见鞭炮齐鸣。 一辆挂着大红花的大巴车 停在我家门口。 养母一看见我们, 就把我们往车上推, 快走快走, 再晚就来不及了。 我和宋景明对视一眼, 恐惧浮上心头。 却在上车后, 贴见一抹笑意, 景明兄,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待车辆驶出很久后, 宋景明才讲话, 致远, 这是小妹, 宋春和。 春和, 这是我跟你提过的王致远。 我礼貌回复, 致远哥好。 王致远捏了捏我的脸蛋, 好好好, 以后我也多了一个妹妹。 宋景明皱起眉头, 一把打掉了王致远的手, 下手没轻没重的, 春和脸都红了。 我下手很轻的好吧,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原来宋景明这么见谈, 好了, 说正事,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还搞这么大阵仗? 王致远也严肃起来, 事意中的特招考试提前了一个周, 你那破手机打十次, 有九次是关机。 我便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去告诉你。 结果刚好赶上, 我爸来各个村里接人, 我索性就从市里回来了。 想着直接一次 由头接上你和小妹, 赶紧去市里准备考试, 不仅有笔试, 还有面试, 面试里还要求 用英文自我介绍。 四十多所中学, 一百多名考生, 只录取十五个人, 小妹得加油啊。 我用力点点头, 我一定会努力的。 宋景明沉默片刻, 能让我爸妈催着我们走, 又花了你不少钱吧。 王致远摇了摇头, 我们可没花钱, 常理说了, 今天下午十八点前入职, 每个人奖励八百元入职费。 大巴车本来十一点, 就接完人要走, 你妈非拖着我们不让走, 硬生生等到你们回来, 钱到手了, 可不得快点走。 王致远说得真诚, 宋景明却不信, 不信你问他们, 坐在前排的小哥 杨琪手里的大红包, 现场发红包, 我当场就决定来厂里工作。 我妈还说现在不去是傻子, 那个时候去镇上纺织厂工作, 对村里人来说是体面又赚钱的。 想去那里工作, 还要交点关系费, 怎么可能会有入职费? 而为了让这出戏滴水不漏, 王致远付出的远超过我们想象。 宋景明侧身拍了拍王致远的肩膀, 一起进再不言中, 逃离那个牢笼过于顺利, 让我总是感觉在做梦。 直到两个周后, 我坐在了试意中的考场。 我本还以为我备完所有的考点, 做完所有的题目, 上天就会眷顾我。 可现实却狠狠泼了我一盆冷水。 数理化的题目涉及竞赛题, 我勉强能做几道。 直到交卷时, 大天的空白让我彻底乱了阵脚, 第二天的面试更是让我窘迫不已。 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 结结巴巴好几次咬到舌头。 面试的一位女老师 似是看出我的紧张。 春和同学, 能说说你为什么参加这次面试吗? 无数条理由凝成一股巨浪, 向我涌来。 我稍作整理, 然后坚定地论述我的想法。 或许我输在起跑线, 但我想赢在终点线。 说完后, 我深深居了一躬。 走出教室,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宋景明和志远哥 已经为我做了很多。 如果我不能顺利通过特招考试, 那我真的辜负了他们。 更辜负了当初宋景明为了护我, 放弃高中的苦心。 我也要努力, 为了未来拼一把。 一直等到面试结束, 我拦住了面试的老师。 老师们好, 我是下午面试的宋春和。 我想再自荐一下, 我已经自学了高一、 高二的全部课程, 喜欢数学, 对数学竞赛, 宋春和。 可找到你了。 下午提问我的女老师 拉过我的手, 对着刚出来的一群人喊, 老赵, 快过来, 你心心念念的学生在这里。 一位年轻男老师 迈着小碎步跑了过来。 他直接抽出一张试卷, 指着第一道题, 集合等于 N320223N, NZ的所有元素 之合为多少? 这道题简单。 给的值为7、8、9、10、11、12, 求合为57。 答案脱口而出。 赵老师面露喜色, 继继续提问, 随机扔一枚不均匀的硬币, 两次都是正面的概率, 是两次都是反面的概率的9倍。 那正反面各一次的概率是多少? 简单心算后, 我给出答案, 八分之三。 又连着问了我几道题, 我都轻松答出。 这些题型, 我在班主任送我的那本竞赛书里都做过。 几年前付出的努力,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了回报。 赵老师拍拍我的肩膀, 送春和, 到时候选班记得选11班, 我叫赵琪, 是专门带树镜班的。 说完之后, 他还不忘补一句, 别选错, 11班, 一马当仙一飞冲天的11班。 我, 还有机会选班吗? 从没想过的喜悦冲昏了我的头脑, 我愣在原地, 连句感谢都没说出口。 那位女老师拍了赵琪一掌, 矜持点, 别吓到小孩。 春和, 也欢迎你来12班, 我是班主任吴岳。 我们是实验班, 学习氛围超好的。 喂, 你别和我抢啊。 赵琪压低嗓音, 在吴岳耳边低语。 吴岳却做出鬼脸, 我就抢就抢。 旁边的老师笑成一片, 这样的老师, 我真的好喜欢。 我甚至开始憧憬 在这里的每一天。 走出示意中, 宋景明和王志远一等在门口。 宋景明递给我一杯奶茶, 春和, 补充一下体力。 我们仨并肩走在那条 在满银杏树的 林荫道上。 夏日蝉鸣热烈而过躁, 彰显着旺盛的生命力。 他们都没有问我 考得怎么样。 额头上 却渗出细密的汗珠。 我知道, 他们比我还紧张。 我清了清嗓子, 赵琪老师和吴岳老师 都让我选他们的班。 我选哪个好? 赵琪老师。 那个专门教树镜班的赵琪老师。 王志远目瞪口呆。 我点了点头, 看向宋景明, 哥, 我大概率是考上了。 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 不知不觉红了眼眶。 王志远在我身边转来转去, 靠! 那个赵琪老师居然主动邀请你去他班。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可想尽树镜班, 他不要我。 春和, 你真是给我长脸了。 你告诉赵老师, 你是我王志远的亲妹妹, 让他后悔没把我这个好苗子招进去。 你一定别忘记说呀。 我笑而不语。 宋景明冷不叮来了一句, 滚圆点, 别到处乱认妹妹。 我们在闹, 我们在笑, 原来青春可以如此美好。 很快, 好消息接踵而至。 我顺利被试一中录取, 进入了赵琪老师的竖镜班。 我是镇中学今年唯一被试一中录取的学生。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特意和校长打过招呼, 在镇上不要宣传。 校长也见识过养父母的跋扈, 确实没敢宣传。 只在升旗大会上口头表扬了我。 只是我没想到, 是一中里张贴的录取名单, 会被有心人拍下传到养母手里。 养父母有一句口头禅, 养女读书, 天打雷劈。 在他们看来, 送我上完九年义务教育, 就是违背老祖宗的规训。 我就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 生两个大胖孙子孝敬他们。 我竟然还敢蹬鼻子上脸, 去市里读高中。 他们很快杀到了市里。 只是奇怪的是, 这次来的人只有养父宋祖德。 养父不知道我们的地址, 只能在市乙中门口撒泼打滚。 各种乌言慧语, 大肆宣扬我被录取是潜色交易。 宋景明担心影响我的录取, 便把他接到了家里。 养父坐在椅子上, 翘起二郎腿, 猛吸了一口烟, 缓缓吐出, 我也不是不尽人情的人, 纯和想读书可以, 但是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 每个月嘛, 生活总是差点。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 不满血丝的眼球, 散发出骇人的阴寒。 要多少钱? 宋景明靠在门上, 拳头早已握紧。 养父伸出一根手指头。 宋景明垂下眸, 好, 我每个月给你一百。 养父伸出中指左右摇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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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什么国际玩笑, 每个月至少一千。 在那个时候, 靠种地的农村家庭, 一月赚一千的几乎没有。 我们在市里租的房子, 偏一点, 八十块钱一个月。 你怎么不去抢? 我忍不住朝养父嘶吼起来, 养父却猥琐地笑起来, 和和长大了, 可以出去卖呀。 长得这么漂亮, 应该很多人想一亲方则吧。 我狠狠抽了他一巴掌。 他不仅没还手, 反而捂着脸笑得猥琐, 实在不行, 卖给我也行, 一次就底, 一百怎么样。 愤怒彻底席卷了我, 多年来的仇恨, 使我恨不得把养父剥皮抽筋。 宋景明却异常平静地抱住了我, 春河, 没事, 有歌在。 养父发出嘖嘖的笑声, 这才对吗? 这照片我就不用拿出来了, 对吧? 宋景明。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 一晃而过, 很快就又塞进了兜里。 宋景明的眼瞬间红了, 发了风般朝养父扑过去。 拳打脚踢后, 抢过照片立马撕碎, 冲进了下水道。 养父嘴角渗出血, 却依旧猥琐地笑着, 撕吧, 没关系, 我还有很多张。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可惜啊, 我老伙计那还有。 你要是把我弄死, 保不齐啊, 那照片就修得一下, 到处都是。 别到时候有人受不了, 自杀了。 哟哟哟, 真吓人啊。 宋景明瞬间泄了气, 跌坐在地上, 好, 这个月我给你一千, 你要是再赶来我弄死你。 他们父子俩彻底撕破了脸,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敢多说一句。 宋景明翻箱倒柜, 堪堪找到了八百六十七块钱。 我悄悄拿出我的钱袋子, 一脚五毛一块五块, 好在我存得够久, 倒有一百四十多块钱。 养父找了一个塑料袋子, 把所有钱都塞进去, 然后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和宋景明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我想知道照片的事, 却不敢问。 过了很久很久, 他和我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让我心痛到难以呼吸, 把指甲嵌入手掌的故事。 出租屋里, 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 宋景明把头深深埋进阴影里, 我是我妈的亲生儿子, 却不是我爸的。 我妈嫁给我爸前就怀孕了, 刚好我爸是村里的老光棍, 我外公外婆就把他嫁了过来。 七岁那年, 我爸让我和他玩游戏, 后来越来越过分, 他逼我拍照片, 那张照片我见过, 在养父的枕头底下。 宋景明的眼眸如血, 有着一股深深的绝望。 他才七岁啊, 他拿什么反抗高高在上, 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父亲。 我心疼地抱住他, 哥, 我们不回忆这些了。 我会加倍努力, 我们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那天之后, 我们都默契地 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养父母竟也真的安生了, 再也没来骚扰过我们。 我和宋景明都有了新的目标, 他计划一年后, 以社会考生身份参加高考。 我要进奥数级训营, 打国赛。 白天, 他去工地赚钱, 我在家刷题。 晚上, 我们一起学习, 偶尔我还充当他的辅导老师。 他虽然聪明, 奈何只上了两年职校, 知识点落下很多。 同一个类型的数学题, 他经常反反复复地错。 为了让他记牢, 我说错一次给他一个脑瓜崩。 那个暑假, 他不知吃了我多少脑瓜崩。 努力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 开学前一天晚上, 我依旧给宋景明讲题。 灯光摇曳, 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 轻烈的少年气息让我的脑子有一阵发昏。 我强装镇定, 加快了讲题语速。 他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春和, 我们要是能一直这样多好。 他的眼眸昏暗不明。 我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也说不上来。 哥,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他反手给了我一个脑瓜崩, 小乌鸦嘴, 哥能有啥事? 再说, 有事能骗过你。 就是, 你要去学校了, 又不能带手机, 一周才回来一次, 家里就我一个人, 空落落的。 他的眼神很真诚, 打消了我的疑虑。 哥, 要不你交点学费, 在我学校插个班。 他高高扬起下巴, 我才不要和一群小屁孩一起。 我眉头紧皱, 双手插腰, 眉大眉小地和他喊, 谁是小屁孩? 我看你才是小屁孩。 就这样, 我们打闹到凌晨一点才睡。 高一一开学, 就是大大小小的竖竞考试。 班里总共三十人, 每次考试的最后一名, 会被踢出去, 进入实验班。 第一次考试, 我排名二十九。 我付出了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却依旧考不过这些, 从小开始学竖竞的同学。 强烈的落差, 让我陷入迷茫。 我这样的人, 真的配走竞赛这条路吗? 第三十名是一位娇小的女生, 叫刘佳。 她走之后, 我成了班里唯一的女生。 坐在我身后的几位男生, 小声嘀咕, 咱们打个赌, 她什么时候走? 我赌下一次。 哎呀, 别看不起人吗? 我赌下下次。 那我给她点面子, 就下下下次。 她们的笑声很低, 却无比刺耳。 我的拳头紧了又紧, 女孩不配穿新衣服, 女孩不配读书, 女孩不配学数学。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里, 女孩到底配干什么? 配结婚生子, 配洗衣做饭。 我偏步, 从小受到的屈辱化作愤怒, 一次次冲击着我, 也让我一遍又一遍下定决心, 我必须留下来。 下一次考试是五天后, 我把自己埋在题海里, 有问题就找赵老师。 大量的知识涌入我的脑海, 让我感到越来越安心。 终于, 周五考完试, 我如释重负。 排名二十四, 最后一名, 是那天在我背后嘀咕的男生之一。 他愤恨地看着我, 揪占雀巢, 我迟早会回来的。 我不懂他对我为何那么多恶意, 或许他也是重男轻女观念的信徒, 天生觉得机会都是他们的。 我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 放心, 我会把巢占得牢牢的, 你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 他恼羞成怒,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背着书包兴兴离去。 九月的阳光依旧火辣。 我迈着轻快的步伐, 朝出租屋走去, 家里却没人。 宋景明留下一封信, 说他回老家取个身份证。 哦对, 当时我们办理的身份证, 要两个月才能取。 我翻出手机开机, 给他打去电话。 春合, 过星期了吧? 我回来取个身份证, 顺便办理一下职砖的毕业证。 我这才想起, 宋景明职砖早就毕业了。 最近他一直忙我的事, 我都忘记他也是学生, 他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好的哥, 你先忙。 对了, 养父没有再纠缠你吧? 纠结了很久, 我还是问出这句话。 没有, 放心, 哥有办法。 他很快转移话题, 对了, 赵老师说, 你们要进行封闭式培训, 我已经给你交过训练费了。 生活费锁在你的小箱子里, 别不舍得。 你好好学, 到时候哥去看你打比赛, 看你站上领奖台, 他絮絮叨叨说了很多。 听着听着, 眼泪不知不觉落了下来。 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人比宋锦明对我还好。 我只能加倍努力, 才能对得起这份好。 风训很快开始, 和大神们在一起学习, 我经常会产生一种挫败感。 不过好在我对数论有偏好。 赵老师鼓励我以此作为突破口。 一个月后, 风训结束。 本该来接我的宋锦明, 变成了王志远。 我隐隐约约, 感觉出事了。 恐惧和不安席卷了我。 我不敢问出口, 害怕是我不想听到的结果。 一路上, 我没有讲话。 王志远又是给我买冷饮, 又是买冰激凌, 我都礼貌拒绝。 回到家, 我站在门口深呼吸了三次才开门。 砰! 无数礼花从天花板处落下, 洋洋洒洒。 宋锦明就站在那儿。 那一刻, 心疼得厉害。 一种失而复得的不真实感,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扑到他怀里, 宋锦明, 你为什么不去接我? 吓得我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这是我第二次直呼他的全名。 他把我按到椅子上, 轻轻抹去我的眼泪, 怎么越长越成小孩了? 我哼了一声, 不再看他。 小丫头, 生日快乐。 一个精美的礼盒放在我面前。 我拆开, 里面躺着一款学习机。 在那时, 这可是学生中鼎鼎奢侈的东西。 哥, 这个贵死了, 我不需要, 你快退掉。 宋锦明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那老板骗人, 非说这是当下学生里最流行的, 你肯定喜欢, 还能学竞赛相关的网课。 现在看来, 我们家春和根本不喜欢。 他把不喜欢三个字咬得很重很重。 我低下头, 不是, 哥, 我是觉得我不配用这样的好东西。 他掰过我的肩膀, 让我和他对视, 春和, 你觉得谁配呢? 那些家境优渥的同学吗? 我点了点头, 他继续说, 他们的学习机是父母用钱买的对不对。 你的学习机是我用钱买的对不对? 都是用钱买, 为什么你不配? 我摇了摇头, 我欠宋锦明的太多太多, 每一次伸手都会让我看不起自己。 似是看懂了我的想法, 他摸了摸我的头, 春和, 你不欠我的。 如果你无法心安理地接受, 那你就拼尽全力活出个样, 让哥也跟着沾光。 我想看见你站在CMO全国中学生数学联赛的领奖台, 你家加油, 好不好? 宋锦明转移话题的能力一流。 他的语气温柔而坚定, 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力量。 我抱住学习机, 同样坚定地看着他, 好, 一年后我一定站上CMO的领奖台。 哎哟喂, 感情是你们兄妹俩完全没把我当人看。 王志远把手上的礼物丢在桌子上。 我这才想起他, 谢谢志远哥。 他示意我打开礼物看看。 第一层是清华的立体书签, 明信片。 第二层是小熊手套, 围巾, 耳帽。 第三层是水晶球和小熊公仔。 他的礼物过于用心, 让我有点受不起。 气氛略显尴尬。 春合, 快来许愿。 宋景明已点好蜡烛。 我握紧双手, 闭上延许下了人生第一个愿望, 我要和宋景明永远在一起。 可当时的我不知道, 我的愿望终究还是落空了。 回到学校, 我更加拼命学习。 要想心无旁骛竞赛, 高中各科知识要提前学完。 我恨不得给自己开分身,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却不知宋景明已被捕。 他依旧让人按时将零食送到门位, 定期给我打电话, 发短信, 他掩饰得很好。 我竟真的没有察觉分毫。 初学来临时, 隔壁市组织了一场巴士联考的数学竞赛。 数竞班前十名, 可以去参加比赛。 好险, 我刚好是第十名。 赵老师说, 若能拿到名次, 就有机会冲明年夏天的省赛和国赛。 临出发的前一天, 我本来要回家收拾东西, 赵老师却让我等一下, 你哥给你留了一封信, 还说让你先别回家, 好好在学校准备考试。 告别赵老师, 我拉着行李箱回到宿舍, 打开了信。 信里宋景明说房东突然不租了, 他这两天到处找房子, 还没有找到。 等找到了周末来接我回家, 那确实不太方便。 我拉开行李箱, 是他给我准备的衣服, 零食, 备用药品, 箱子底部是我的手机。 刚开机, 宋景明的短信发了过来, 春和,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后天的考试加油。 我,好的, 哥, 我会全力以赴。 宋景明, 对了, 最近没事别出校门, 市里有杀人犯在流窜, 你们学校门卫管得紧, 安全点。 我最近有点忙, 手机也不大好使, 你别给我打电话, 有空我直接打给你。 不要冲动, 考试第一, 加油。 短信每隔五分钟发来一条。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 这是宋景明设置的定时短信。 突然, 我收到了一条彩信, 宋春和, 你真的好自私。 你妈死了, 你哥蹲监狱了, 你竟然还有心情去参加考试。 你真是让我见识了, 什么是白眼狼。 照片是养父母家门口, 被警车围着, 还有白布盖着的尸体。 我的心彻底乱了。 我给宋景明打电话, 关机。 我只好打电话给王志远。 志远哥, 我家里出事了吗? 王志远先是一愣, 随后笑着说, 春和, 你胡说什么呢? 我刚和你哥才打过电话。 你考试要紧, 赵老师说这场考试很重要。 你不要分心, 我哭着喊出来, 那你让宋景明接电话, 他不接我一会就回去。 他们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一个小时后, 宋景明打来电话, 春和, 我一切都好, 你好好考试。 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妈, 死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出口, 多希望一切是假的。 不要骗我, 我已经看到照片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宋景明不擅长撒谎, 我必须回去。 他似是察觉到我的意图, 狠狠说了一句, 你敢回来, 我就不认你这个妹妹, 不认就不认。 考试还有下一次, 可是家人, 失去了就永远失去了。 回到村里, 周围人对我指指点点。 哎哟哟, 老宋媳妇真是可怜, 眼看着把儿子拉着大了, 儿子却是母, 嘖嘖嘖, 老宋也不容易, 儿子还想杀他呢。 这丫头肯定知道些什么, 毕竟, 他们相识一笑, 朝我走来。 我说春河呀, 你们家景明咋那么冲动, 把亲妈都杀了。 我没理他们, 静止回了家。 大门贴了封条, 王志远站在门口等我。 宋景明出事后, 他就从学校请了嫁回来, 帮忙处理一些事情。 辛苦你了, 志远哥。 他摇了摇头, 和我简单说了事情经过, 但真实的情况, 远比我们听到的严重得多。 杨父是个赌鬼, 他表面上只是打打牌, 但是经常背着养母在外面赌博。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又找宋景明要钱, 不给就到处抹黑我和宋景明。 一个周前, 接连有人敲门, 问我们做一次服务多少钱。 不用猜, 这是养父搞的鬼。 他泄露我们的住址, 发布色情交易, 为的就是逼我们继续给钱。 这几次从我们那要来的钱, 他转头就拿去赌场全败光了, 还欠了十几万。 前几天, 一群混混追到家里, 向养父要赌债。 养母这才知道养父在外面欠了这么多。 宋祖德, 你个杀千刀的, 你这是把家底都败光了呀。 你从小明那里拿那么多钱, 一分都不给我, 你真是长本事了。 两人争吵推丧中, 那张照片从养父怀里掉了出来。 看清照片后, 养母立即炸了, 你还对那个小婊子念念不忘, 我跟你拼了。 养母对养父又掐又打, 却没伤其根本。 养母虽然坏, 但他更多是在封建糟粕和家庭压榨下的产物。 被童话被塑造, 将传宗接代奉为一生的使命, 将男人的爱是做自己独有的珍宝。 而养父这个人, 是坏到令人发指, 是变态。 养父看到铁耙子靠在院墙上, 就把养母狠狠推倒。 锋利的铁耙子间, 直接穿过养母的脖梗。 养母当场死亡, 几个小混混看出了人命, 都跑了。 恰好宋景明回家了, 养父竟又拿起照片找宋景明要钱。 宋景明被彻底激怒, 便下了狠手。 养父却借机诬陷, 报警说是宋景明杀了养母, 之后还要杀她。 最终养父跑了, 宋景明被当作杀母凶手抓了起来。 我低下头长吸一口气, 志远哥, 你知道那张照片吗? 什么照片? 他的反应, 说明他不知道。 我摇了摇头, 问他如何能救宋景明。 王志远, 现在证据不足, 律师说想要证明景明无罪, 得找到宋祖德的犯罪证据。 我又想起那张照片, 我曾在养父的枕头下见过。 照片上的小孩只露出鼻子下的半张脸, 隐约露出的头发, 堪堪到耳边, 分不清男女。 嘴角有一颗小致, 看起来有七八岁模样, 小小的身体上穿着不合时宜的白色蕾丝裙, 被摆出耻辱的姿势。 而宋景明的嘴角没有致, 心里有了答案。 强忍住恶心, 我告别了王志远。 是的, 我没有去见宋景明。 我有一种预感, 养父宋祖德会去找我。 回到市里, 我买了一件类似的白色蕾丝裙, 挂在出租屋的阳台上, 然后回到学校准备考试。 第二天九点, 我准时进入考场。 题目不难, 一切顺利。 大巴车把我们送回时宜高时, 已是下午三点。 我鼓起勇气, 找到了吴岳老师。 我们树镜班没女生, 我也没有朋友。 吴岳老师经常来找我谈心, 还像朋友一样送我礼物。 她是除宋景明外, 我最信任的人。 我希望她能帮我报警。 吴岳老师也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 她能共情我的遭遇。 我知道她一定会帮我的。 听了我的计划后, 她哭着和我说, 春河, 如果出了差错, 这会毁了你的。 我笑得灿烂, 不会, 无论结果如何, 都是心生。 我们租的房子是市北区的一处老破晓。 四楼, 没有电梯, 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是一家小宾馆, 二十块钱一晚上。 吴岳不放心我, 在我家正对面开了一间房。 拉开窗帘, 隐约能看到对面的情况。 晚上八点, 我取下阳台上的裙子。 空气中有着若有四围的烟味, 裙摆处有几道清晰的手指引。 我知道宋祖德来过, 点燃屋里的取暖炉, 冲了个澡, 在音乐声中, 我换上了蕾丝裙。 窝在小沙发上, 我漫无目的地翻着书。 这天晚上, 无事发生, 我一时泄了气。 如果宋祖德不出现, 我该怎么就宋景明? 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呵呵, 哭什么呢? 和爸爸说说。 宋祖德恶心的声音从阳台传来。 我下意识地裹紧身上的毯子, 身体止不住地站立起来。 他浑身都是酒气, 摇摇晃晃地向我靠近, 目光在我身上游走。 你穿白裙子, 和小时候一样可爱。 哦,不对, 更性感了。 快让爸爸抱抱。 我红着眼嘶吼, 你胡说, 我小时候从来没穿过白裙子。 小时候我要割猪草, 挖山药, 都没穿过新衣服。 更别提不耐脏, 又不利索的白裙子了。 宋祖德四世想起了什么, 哦,对, 你当时睡着了, 爸爸亲自给你换的, 你的身体香香软软的, 比那个臭娘们好几百倍, 粗俗的语言唤起了我一段记忆。 我刚到养父母家, 养母带我不好, 但养父总是偷偷给我买糖吃。 一次养母带着宋景明去赶集, 养父悄悄递给我一颗糖碗, 酸酸甜甜的, 吃完我一直睡到了第二天, 只是那天过后, 家里变了天。 养母和养父关系急剧恶化。 养母总是对养父说, 你再敢顶嘴, 我就把你送进去。 宋景明也对我寸步不离, 一个劲地告诉我, 周末别回家。 没有人提起前一天发生了什么。 直到看到养父枕头下的照片时, 脑海里才涌现零零散散的记忆。 当时年纪小, 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记忆也随之消散。 上次养父拿出照片 逼宋景明给钱。 宋景明说, 照片上的人是他, 我选择了相信。 因为我长大了, 知道这张照片意味什么, 而不相信的代价, 太痛太痛, 我一时无法接受。 宋祖德朝我扑来, 我用尽全力推开他, 你知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才七岁。 他摔坐在地上, 满脸怒气, 七岁怎么了? 是老子买了你, 明天老子就把你卖了, 二十万, 还完赌债还能赚一笔。 今天就让爸爸好好尝尝, 身上的布料被一点点撕碎, 我拼命喊救命, 一个接一个的耳光落在我脸上, 警察不许动, 终于身上的重力消失, 厚厚的毛毯把我紧紧包裹, 心底生腾起一股力量, 我成功了。 吴月紧紧抱住我, 我在他的怀里狠狠哭了一场, 猥亵儿童, 性侵未成年, 聚众赌博, 敲诈勒索, 过失杀人, 宋祖德, 该死刑了吧? 联考成绩出来了, 参加考试的考生有九九六人, 我排名五十六, 成绩还行, 但冲击省赛还差得远。 宋景明无罪释放, 法医在养母的小拇指指缝里 提取到养父的爹内, 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 捣毁了一个赌博窝点, 坐时宋祖德猥亵儿童, 性侵未成年的录音被采纳。 春节过后没多久, 宋祖德被判死刑, 困扰我和宋景明 整个青春的黑雾, 终于尽数散去, 可是我们之间却产生了隔阂, 他总是下意识地和我说对不起, 他有什么错呢? 我又有什么错? 错的不是我们, 是宋祖德, 是没有人性的恶魔, 我们从始至终干干净净, 不过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和他撒娇, 我们都长大了, 我的竞赛成绩越来越好, 已经稳居班级第一, 那些曾经认为我迟早要走的男生也低下了头, 大神大神, 给我讲讲这道题咋做,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流言不攻自破, 因为忙于竞赛, 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终于等到一个大周末, 我决定回一趟家, 宋景明坐了一大桌子菜在等我, 我们各怀心事, 许久未讲话, 春河, 我想把你的户口签回赵家, 你怎么想? 宋景明低声询问, 明显的黑眼圈暴露了他一夜未眠, 看我未回复, 他接着说, 牵回去能对你的前途少一点影响, 起码身份审核的时候不会, 因为忙于解释, 他的脸有点红, 我微微勾起唇角, 尽量笑得自然, 可以, 谢谢哥, 似是没料到我答应得这么爽快, 他愣了一下, 随后露出笑容, 好, 我最近去办一下, 哥, 你高考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 还好, 我突然地关心, 弄得他手足无措, 我喝了一口汤, 继续说道, 如果有不会的题, 我给你讲, 他眼中泛起涟漪, 很快便低下头, 声音微微颤抖, 好, 谢谢春河, 对了, 生活费我给你放书包了, 去学校多吃点, 最近瘦了, 我笑着摇了摇头, 谢谢哥, 不过我用不到, 学校给发的奖助学金, 够我一年吃喝了, 你留着, 备战高考, 多补充点营养, 我们之间变得客气又疏离, 直到高考前, 他也没问过我一道题, 我的户口签到了亲生父母家, 改名赵春河, 宋景明考上了一所二本院校, 学的土木工程, 而我进入疯狂刷题时间, CMO模拟题, 联赛真题, 市面上能买到的测试题, 我一本一本地啃, 命题人讲座, 奥赛经典组合数学, 我一遍一遍地听, 终于等来了联赛, 九月的燥热, 引得禅放声高歌, 热烈而鲜活, 我坐在考场里, 全力以赴, 认真开始学数学竞赛的时间, 恰好一年, 好在付出有了回报, 我在联赛中拿到省礼第二, 国赛有希望了, 我给宋景明发了一条短信, 宋景明, 如果我国赛拿奖, 你会来看我领奖吗? 他只回复了一个字, 会, 彼时, 他刚上大一, 我们相隔两地, 都有光明的未来, 真好, 赵琪老师和吴岳老师恋爱了, 我是他俩的头号粉头, 我和吴岳约定, 他俩结婚, 我做伴娘, 我还有个私心, 没有说出来, 我把精力全部放在竞赛上, 但是国赛的难度陡然增加,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 有时候思路卡死, 直接报灵, 宋景明每天都会给我发一条消息, 春合, 尽力就好, 别太累, 最终, 我拿下国赛金牌, 然而颁奖那天, 宋景明失约了, 金牌挂在我的脖子上, 有种沉甸甸的不真实感, 眼泪夺旷而出, 我和颁奖嘉宾, 战友, 老师, 接连拥抱, 心里却空落落的, 那天, 我占据了各大新闻的头条, 高二十一班赵春合拿下, CMO金奖, 成为我省唯一进入国家集训队的成员, 宋景明发来消息, 恭喜, 我回复, 宋景明, 你个胆小鬼,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再喊他哥, 这样也挺好, 高二学业水平考试结束后, 我选择到北大面试报道, 我的导师是一位姓张的老教授, 他看向我的眼睛是说不出的慈爱,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张教授就是资助宋景明上初中的好心人, 而搭上这根线的人是张教授的女儿, 他当时在我们村之教已经十年, 据说就连宋景明的名字都是他起的, 所有的善意在无形中形成一张巨网, 把我们从沼泽中托举起来, 而我也将会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从北大出来后, 王志远带我在北京逛了很久很久, 吃饭时他问我, 景明去非洲了, 他让我和你说一声, 一切安好, 我灌了一口冰可乐, 他可真是学土木的好苗子, 天生的土木奇才, 毕业后申请出国去非洲, 亲人绝对找不到他, 狠干几年就能拥有人生的第一桶金, 房车到手, 结婚生子, 过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一位老师说的, 倒也挺适合宋景明, 反正他也不想被我找到, 冬去春来, 一年又一年, 我拿了无数大奖, 去了很多个国家, 也拒绝了很多人, 包括王志远, 吴岳老师和赵琪老师要结婚了, 他们邀请我回去当伴娘, 我翻出宋景明的微信, 在聊天框里打了几个字, 吴岳老师结婚, 他们邀请我当伴娘, 你愿意, 那几个字我还是没有打出来, 索性一股脑全删了, 互不打扰, 挺好, 出发前一晚, 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 宋景明突然出现在婚礼现场, 他穿着西装, 身姿挺拔, 我们远远相望, 然后笑着转身, 各自落坐在婚礼席位的两端, 梦醒时, 我泣不成声, 五年来的思念, 委屈, 压抑, 在这一刻全部爆发, 吴岳老师的婚礼, 是在春风和煦的四月, 我穿着忠式伴娘服, 在现场帮忙, 人群突然变得闹哄哄的, 我懒得抬头看, 直到笼罩在我身上的阳光, 突然消失了一大半, 变成一道奇长的影子, 我抬起头, 被直射而来的阳光晃了眼, 恍惚间, 我竟看到了宋景宁, 他穿着伴郎服, 我摇了摇头, 自嘲地笑笑, 怎么会是他, 他在非洲呢, 对面的人薄唇清起, 熟悉的嗓音缓缓流出, 春河, 今天是个好天气, 我愣了一下, 笑了, 泪水不受控制的一满眼眶, 我尽力扯出一抹灿烂的微笑, 是啊, 春河景宁, 宋景宁, 他的眼眶也染上了一抹红, 春河景宁, 赵春河, 咔嚓一声, 王志远站在不远处, 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属于我们的第二张照片, 以后还会有吗? 答案交给时间, 宋景明视角, 我恨我自己, 恨我为什么是宋祖德的亲儿子, 恨我为什么在春河被猥亵的时候, 不在他身边, 恨我当时年纪太小, 什么都做不了, 我能做的事, 就是做好计划, 带着春河逃离这个魔窟, 宋祖德又拿出照片来要钱, 我骗春河说照片上的人是我, 宋祖德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可是贪婪是人的本性, 宋祖德一次次找到我, 逼我拿钱, 我真的很想杀了他, 甚至为此付出了行动, 回家取身份证时, 我故意让宋祖德缠上, 之后又多次出现在家里, 他好赌成瘾, 又爱喝酒, 很好下手, 只是没想到, 我妈被宋祖德误杀了, 他又以照片为要挟, 逼我给一大笔钱, 我红了眼, 想把他弄死, 宋祖德老了, 终究是打不过我, 他跪在地上求饶, 突然, 我撇到掉落在地上的护身符, 那是我们刚到市里时, 春河去万佛寺求的, 他希望我平安健康, 理智被一点点唤醒, 我不能让春河成为孤儿, 也不能让他有个杀人犯哥哥, 在我犹豫的间隙, 宋祖德逃了, 他的一通报警电话, 把我抓了进去, 我担心宋祖德报复春河, 叮嘱他不要出笑, 可他却为了救我, 以身为耳, 我还有什么资格做他哥哥呢? 他的不幸, 都是我造成的, 春河很优秀, 他值得更广阔的天空, 而我不应该成为他的绊脚石, 他一生的污点, 我和导师申请去了非洲, 毕业后签了五年的合同, 那个地方真苦啊, 不过钱赚得多, 这笔钱我都拜托王志远, 给了春河, 只是那家伙也不告诉我春河是什么反应, 王志远突然说他要结婚, 让我回去当伴郎, 我之前一直撮合他和春河, 没想到他早就有了喜欢的人, 回来后我才知道被骗了, 王志远那小子, 连女朋友都没有, 那笔钱, 春河也没有药, 在婚礼现场, 我看到了春河, 五年未见, 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他一出现, 周围黯淡失色, 春河警鸣, 今天是个好天气, 明镜与点点栏目